国道三号关庙交流道口动弹不得 救护人员赶紧将伤者固定在单架上紧急送医 因为前方一台自小客车撞上路数 轿车车头全凹撞击力道之大 还把树干削掉一层皮 当时车上坐了一家四口 由驾驶开车载着妻子女儿和岳母出游 结果撞击猛烈八十多岁的岳母伤重不治 乘客一人送医及救护不治死亡 另外驾驶及两位乘客受伤送医 疑似转向不当造成 出游成了天人永隔 这场车祸总共造成一死三伤 目前警方排除是酒驾 肇事原因还在理清 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道